歡迎大家來到《從聽書到看書》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羅心門 相信大家最為熟悉羅心門 都是王偉文寫過的歌曲 但不知道大家又知道 多少關於羅心門的典故 前陣子姐問起我 發覺自己又忘記了 希望這次跟大家說一次後 能夠加深我的記憶 羅心門是出自芥村農資界的小說《竹林下》 在1950年被日本導演黑澤明改編 拍成懸疑劇 而羅心門是小說中提及過的一座破敗城樓 故事發生在城樓附近的竹林裡 一個強盜見到無事的妻子壽色賀燦 於是阿姆士說某一個地方有寶藏 強盜親住尋寶途中綁起了武士 回頭去交污了武士的妻子 武士知道後 竟然想拋棄那個被迫失精的老婆 而強盜發現沒有人跟他爭 居然不打算要這個女人 女人因為同時間被兩個男人拋棄很生氣 於是挑撥離間 令兩個人決鬥 結果發現兩個都是懦夫 劍法更慘不忍道 後來強盜因為一時僥倖殺死了武士 因為有人死了 一班相關的人都被拉到衙門問話 同一件事三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 強盜說 我是建議勇為地跟武士給劍 才贏到美人的方心 雷飲說自己是個精潔的獵婦 被強盜交污後企圖自殺 連死去的武士都透過靈媒說話 他說被妻子背叛 為了武士的尊嚴壯烈切腹自殺 每個人都編織著屬於自己的謊言 就算是做了鬼都沒辦法說出真話 自此之後 羅心門就變成各說各話 或者公說公有你、婆說婆有你 造成懸疑的意思 最終使到事實的真相、樸索迷你 但有趣的是 每個人的說話都穩陷著片面的真實、片面的謊言 這就是羅心門 亦有說法說羅心門其實是日文漢字中 羅成門的誤寫